近來有個朋友買了一部 Leica的螺絲菲林機 他說他不會用的 這次順便一次過拍一條影片 介紹給大家怎樣用一部螺絲機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怎樣用一部螺絲機 首先就假設你一部螺絲機 加上一支50mm的鏡頭 就像現在這個組合 在所有東西開始之前 相信最重要是要先選菲林 菲林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例如有幻燈、正片、副片、黑白 起碼都有三樣 一般用會選副片比較好 因為充滿的地方是比較多的 黑白可以自己充滿的 不過暫時不會弄到這麼複雜的了 拍了一盒彩色的 做一個實驗的 另外就選擇ISO ISO 假設你一般拍 如果是新手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日間去拍 所以一般用的情況 都會選擇100、200、400、800 其他可能高ISO的那些都可以的 不過問題是 可能會比較難賺 又或者價錢會比較貴 對於剛剛試的朋友來說 也沒有什麼必要 概括地講一講一講一般螺絲機的操作 50mm 這個是二光圈的 這個記得要把鏡頭拆出來 然後鎖緊它 它按的時候是不會掉下去的 這樣就叫做正常了 那麼光圈的調教 就會在上面這裡會見到 因應不同的鏡頭 有不同的調教方式 有些是53.5的話 可能在前面那裡去調教的 講完光圈就講快門了 快門這裡也要留意的 首先是要先上鍊的 要先上鍊 然後呢 就在這裡 去選一個適合的快門速度 那譬如說這一步呢 其實它有低速快門的 那怎麼辦呢 就會扭在這裡了 首先呢 就扭去這裡 這個30-1 那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是由 30分1秒 去到1秒這個地方了 那變了 撥在這裡之後呢 就有功能就在這個前面 這個低速快門這裡控制了 那它調教一個適合的快門速度 當你不是調教在低速快門擋 那變了就 下面調教什麼呢 其實都完全沒有關係的了 變了下面你怎麼設定的話呢 那快門速度呢 都是因應上面的大的 Speed Dial 那裡去決定的了 那這件事就要留意了 那 ISO 呢 就沒得調教的 數碼機就是有得調教的 ISO 方面就剛剛說過了 就選一個適合的ISO 好像這個就400度 日間啊 或者是少少陰天的情況 都會用得著的 接著就看 一個視窗了 視窗呢 螺絲機呢 其實有兩個視窗的 左手邊和右手邊 左手邊看就是拿來對焦的 你會見到比較大一點的 大約等於一個90mm影的範圍這樣 去看一個碟影的 那在對焦之前呢 首先我想要調教一下 就是眼底了 因應你的時差呢 去調節一個適合眼底距離 那就可以對得清楚了 就是說有時候可能你不戴眼鏡 那倒數不是很深的話呢 是可以令這個調教 是調教正確的 那在看的時候呢 就會看得清楚了 而另外那邊窗呢 就是影腳範圍了 那這個窗的範圍呢 是顯示50mm所拍的範圍來的 那剛剛也說啦 這支鏡頭呢 是50mm的鏡頭 所以呢 這裏呢 就會看到你所拍的範圍是什麼啦 那講完這裏呢 那近鏡一點點呢 那就教大家呢 怎樣去裝一個Phy林啦 那講到裝Phy林這部份啦 那首先開了個蓋啦 那按回這裏 你看回這張圖就OK啦 那這裏呢 就是捲Phy林啦 然後把前面這桶呢 拿出來啦 那就把Phy林放進去啦 然後呢 有一點點鼓滑的 就在這裏呢 把Phy林撥正它啦 那呢 就記得選擇做T啦 那就是一下開下山啦 然後呢 就把Phy林吞回正的位置啦 那現在呢 就對眼位置啦 是不是 然後可以把那個蓋呢 關起來啦 鏡頭呢 就裝回下去啦 那你記得呢 是要把這個位置呢 是拉緊的 拉緊了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呢 拉緊之後呢 當你上Phy林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呢 它是會動的 這裏是會動的 然後呢 就拍兩張 之後呢 就將它調成0啦 那呢 就可以拍第一張啦 那還有一樣重點呢 要和大家講講的 就是那個七光錶啦 那譬如說 你如果是可能 突然間要用的 那什麼都沒有 那電話應該有啦 那坊間有很多呢 那些apps呢 是可以用的 那有些要付錢 有些是免費的 那就可以拿去用了 那這裏就不多說了 因為實在 每一個款式都有不同的選擇啦 那我講一講這個七光錶啦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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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AR本身的七光錶呢 呢 太久了 那很多都已經是 壞了 已經用不了了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一個新的 是一個 TT Artisan 的七光錶來的 那我用法呢 跟 M6 大致上是一樣的原理啦 那之前我講啦 那個Phy林 就是用 ISO 400 那我這裡就選擇 ISO 400 它可以在這裏調教你的ISO是多少 那跟著好像這裏這支鏡子 那是二光圈 那我這裏我當作最大 現在要暗暗的 二光圈 那看到這裏有得選擇 二光圈 對了 選擇二光圈 那跟著呢 就看一下要多少的快門 那我現在按一下 那它就說太光了 那就選擇這個了 那現在看到呢 就大約是60和125之間 估計呢就大約是90左右 那我們看看自己的相機 沒有90的 那最多100 那可能會選擇100 那估計呢 就可能會是差了一點點的 暗一點點 那但菲林的寬容度就很高的 所以這個就不成問題的 那假設呢 那你現在拍完菲林相片 那當你拍完的時候呢 就拍回這個按鈕 R 那這樣就回卷回菲林了 那你會見到呢 它在那裏轉 對了 它在回卷中 好了 它停了之後呢 就代表脫了出來了 已經 那就可以拿回菲林出來了 那現在就拿回菲林出來了 希望這個簡卷的介紹呢 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